你好 欢迎收看10月12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潘哲宇 新闻一开始 带您先来看到 3000元振兴券在12号一早开始发放 县长徐正伟特别到场 关心民众排队领取的情况 希望积极活络 0403地震后的花莲整体小北市场 创造振兴券的加成效果 体育馆立即的满满满 12号一早8点不到 民众就来排队 为的就是领花莲县政府发放的振兴券 地震重创花莲 为了提振经济花莲县府发放振兴券 可能因为是否星期六 还有不少人不太方便 因此委托家人前来领取 只要涉及花莲县的民众 或是居留证定居证的地址 是在花莲县的外籍配偶 还有出生60天内涉及花莲的新生儿 通通都可以领3000元的振兴券 家里的一般民生用品就这些 就看记号什么就买 花莲县政府编列十亿预算 预计加方放32万名县名 振兴券适用于餐饮 购物还有娱乐等不同的消费场所 而方放时间从12号到18号 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 可以到指定地点领取 使用期限是到明年 也就是124年2月28号为止 我们就买那个民生用品啊 民生用品 对啊 最重要的 对我们来说帮助很大哦 另外秋冬两季 花莲有四大比赛 包括即将登场的全国田径锦标赛 还有全国自行车公路赛 以及羽球跆拳道等赛事 都将在花莲举行 预估突破万人报名 期盼运动也能促进 花莲的观光发展 记者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